据美国媒体报道,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斗争,越来越激烈。双方已经从打嘴仗,逐渐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。美国此前错过了两次对伊朗最好的开战机会。正在寻求伊朗给美国的第三次挑衅机会。 而美国向伊朗周边部署的大量军队,也已经向外界展示了美国的作战方式。专家表示,此前美国已经在卡达部署了12架F-22战斗机和大量B-52战略轰炸机,配合林肯号航母战斗群。很显然是对伊朗做好了一切的战争准备。 专家表示,一旦开战,美国很可能会使用林肯号航母前出霍尔木兹海峡,吸引伊朗主要的防御注意力,与此同时派出F-22战斗机。 进入伊朗境内,利用对地攻击武器,将伊朗地面防空武器进行第一轮打击。随后在解除伊朗防空武装后,美军将派出B-52H轰炸机,对伊朗的军事阵地,进行地台式轰炸。 而林肯号上的F-18战斗机,将对伊朗重要目标,持续定点打击。最终以最小的代价,重创伊朗军队,破坏伊朗军队的指挥系统。 据了解,F-22战斗机,是目前世界上,第一款第五代战斗机。 该机本来是美国空军,作为纯空优战斗机使用的。 但是美军发现F-22战斗机最大的优势,是利用隐形能力深入敌方占领区,对敌方定业目标打击。 随后,美军对F-22战斗机进行了改装。 上席具备了对地打击能力,成为美国空军的串门利器。 而伊朗拥有的最强战斗机,还是美国已经退役十多年的F-14战斗机。 这些战斗机,是巴列维王朝时,出口给伊朗的。 到现在伊朗拥有的F-14,已经使用了四十多年。 机体老化而美国,也不愿为伊朗提供F-14战斗机的备件。 甚至将本国所有的F-14战斗机全部拆毁。 零件也彻底销毁。 让伊朗没有了获得零件的最后机会。 这也让伊朗的F-14战斗机的效能堪忧。 即使拥有不死鸟这样的超远端导弹,也无法对F-22形成威胁。 此外,伊朗地面防空火力最强的是F-300防空导弹。 尽管俄罗斯宣称F-300防空导弹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, 但要发现隐形目标,需要隐形目标靠近F-300导弹发射阵地100公里内。 而这时,F-22战斗机早已发射,对地打击武器后撤出战区。 不仅如此,美军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装备了多架EA-18G电子战机, 完全可以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电磁压制,让F-22战斗机可以从容摧毁F-300发射阵地。 专家表示,目前,唯一能够抗衡美国的,就是俄罗斯部署到伊朗境内的F-400防空导弹。 该导弹拥有强大的反隐形能力,而且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大。 不仅如此,俄罗斯本身的电子干扰能力不俗。 如果俄罗斯插手伊朗和美国的战争,帮助伊朗对抗美国的电子干扰, 那么伊朗还有一定的防御机会,对美国的打击进行有效拦截, 并组织一波反击,从而阻止战争继续发展。